老婆 这么美啊 OK OK 大家是长相清国清澄少女时代的她 也曾拥有很多个追求者 最终只看上了汪小飞一个人 见到汪小飞的第一眼 就是想为她生孩子 果然两人爱得干缠烈火 仅想了20天就结婚 原以为闪电般速度 婚姻不会很长久 但没想到两人结婚不久 就生出了一儿一女 有了孩子之后 更是让她们珍惜彼此 两人的感情也更加了甜蜜啊 两人的婚姻维持了10年 谁也没想到汪小飞 会在爱她们的婚姻中出轨 都说夫妻生活冷暖自知 其实汪小飞和大艾斯的婚姻 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幸福 小小了解大艾斯的人都知道 大艾斯并不像是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温柔 而是一个非常强势人 在他们的婚姻中 汪小飞常常被大艾斯逼着解渣 又因为生了孩子之后的大艾斯 身材走样 常年不仅变派变丑了 都说男人是看脸的动物 汪小飞受不了大艾斯 强势以及变丑的模样 因此在北京工作时间里 就找了新欢 两人离婚之后 汪小飞就一直和新欢在一起生活 再次汪小飞调侃大艾斯 新欢比你好看多了 不了大艾斯回应一句 那就祝你们白头协了 可见大艾斯格局真大 因此大家怎么看汪小飞向大艾斯 炫耀新婚仪式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